原标题 日本本土的贫瘠 东北这个地方真是太大的金矿了 让日本垂涎三尺 他们很早就在这里驻扎 等待战争机会 让他们觉得很碍眼的是 俄国军队也在这里转悠 这让日本不爽 为了保住自己在这片土地的地位 以及他们日后的利益 他们不惜培养军队 和有野心的沙俄作战 最后取得了战争胜利 后来日本进一步控制了 这块肥沃的土地 要说到这场战争 人们肯定会想到 这是日本和沙俄的战争 而不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 发生的侵略战争 其实在这场战争中最惨的 不是这两个国家 而是被卡在中间的中国 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发动的 当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最大 同时也是一种耻辱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呢 有人说是因为义和团对列强的强硬 为他们提供了战争借口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 残弱 一个弱而富有的国家 谁都想过来抢劫 与其说义和团杀外国人 制造了借口 倒不如说当时的列强正在策划这个借口 就算义和团不杀外国人 外国人也有办法激怒中国人 从而发动战争 东北是个黄金宝的 人人都想进来捞金 德国和日本是最猖狂的 也是最没底线的 于是在那个时候 俄军也是成功地把东北给入侵 而且还在这里勘察了第四队 大量地攫取这里的矿产资源 我们知道 当时虽然义和团怀着满腔热血 十分英勇 但是仅凭他们的残破武器 是很难和有先进武器的敌军对抗的 所以他们却只是送死 并不能阻挡他们入侵的脚步 清政府甚至把他们当作救命的稻草 可见当时他们是有多么的愚昧和无知 后来俄国和日本的战争开始爆发 这个时候俄国竟然被日本抢夺了大量的地盘 而在之前的五年里 他们一直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要武揚威 没想到被干瘪为锁的小日本几个枪子 将俄毛子的威严给打都没了 这让俄国非常气愤 清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有没有守护他们发家的地方 上层统治阶级和满清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能继续享受物质生活 他们不惜跟日本人勾结起来打中国人 还能不能要点脸呢 如果想要在先进的国家中生存的话 需要民众的力量来支持 可是当时的清政府还想着靠一己之力控制全国 这让日本人有了机会来入侵 当时东北虽然在民意上已经还给了中国 但是日本人其实还是在这里驻军 后来的侵法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清政府当时的做法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十分的愚蠢的 为了得到战争的胜利 日本人也是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因为俄国人在我们现在看来 他们是非常有战斗力的民族 所以想要与他们战斗 还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想要毫发无损的就拿下他们是不太可能的 在损失了十几万的士兵后 俄国还是失败了 并且把东北那一带归还给了我们中国 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 那就要一直继续下去 表面上日本人是把东北那一带的地方还给我们 但是他暗暗的又和我们腐败的官员签订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要求日本人是可以驻扎在某条铁路附近的 并且还要清政府把大连和吕顺公首相让 这就无耻了 跟直接墙有什么区别 这个做法很明显就是在趁火打劫 清政府当然不愿意了 但是日本人想要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 就是要在东北驻军的 清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个时候驻扎的军队是关东军 关东军自带侦查系统 他们表面上是在说 要保护这里的侨民 其实是在偷偷的观察这里的地势 还有这里的资源 绘制了很多的地图 包括这里的资源分布图 这种东西都成为日后日本军部侵华的重要资料 所以日本和俄国最终都是赢家 因为他们赢得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利益 这场争夺战看似俄国输了 但最大的输家却是中国 中国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当时的百姓对政府的卖国行为实在是忍不了了 在这种愤怒下 他们的反抗情绪十分激烈 而清政府出于保护他们自己 国人的反抗让清政府投鼠忌器 不敢将东北爽快地送给日本 毕竟老百姓如果反了 对清政府也没好处 而且从心里讲 他们也不愿意将自己的龙兴之地送给日本 所以他们做出拼命的姿态 护住最后一块遮羞部 日本新华后 扶持溥仪统治满洲 此时清政府依然沾沾自喜 认为自己保住了东北 其实不过是满洲国而已 早已不是他们的老家 满兴毕竟是个外来民族 他们最多也只想保住东北 对于中原地区是否沦陷 他们不会过多在意 最多是日后回来一下罢了 也正是因为清政府这种心态 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式的黑暗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静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